跟大家一樣就覺得非常的震驚 然後真的很不捨 覺得就是很遺憾 Pibi不捨高以翔敬業出事 盼珍惜每個日常 Pibi今天出席公益活動捐款 120萬幫助障礙學童 他曾和高以翔合作過偶像劇動牛 要不要面對高以翔出事 晚安不捨 我覺得家人都一定是最 這是最艱苦跟最辛苦的時刻 我覺得就是大家都多留一點空間 給家人 然後我們在心裡就是 我覺得大家都要珍惜每一個日常 然後能做什麼 然後想做什麼就 珍惜當下 然後把握時間盡量去做 我覺得他是很有家教 然後個性很好的 然後個性很好的男孩 然後也很敬業 而高以翔可能太敬業 超出身體負荷 加上疑似延誤就醫 其實我們自己在不拍MV或什麼 其實我們或是演唱會搭舞台 除了大家在看到的就是在螢光幕前的 其實我覺得台底下幕後工作人員 比方搭台的平工啊 硬體的燈光師啊什麼 他們有時候連夜搭台 然後連夜的做這些 大家看不到 都是非常辛苦的 所以這個可能是大環境整個工業要有一個 大家要有這個省思要去改變 這個問題都一直存在 然後在每個行業都是 大家真的要 不行就要保護自己 可能要喊清 而最近Hibi忙著籌備自己的新作品 我現在真的很努力 因為製作物其實已經做的 就是在做的當中這樣子 對啊 然後我覺得 就是我自己都還蠻期待的 有五層以上 有五層以上 對 都有點捨不得錄完音耶 對 因為我這個人最愛的就是前置 就是製作器 最愛的是錄音 製作器 然後再來是企劃 宣傳器就嗨 你害怕宣傳器就到來 他現在自己當老闆啊 新年紅包會給員工之類的 所以他要去 不會虧待大家 就是希望大家都很開心 員工有 因為每天都很相親在一起 但是妳的實在沒有什麼單純的 但是妳的實在沒有什麼單純的 但是妳的實在是有 超賺的 妳有聽過嗎 對 那一個翻唱 單純 沒記錯的話 翻唱 對 我們還沒有聊到這個東西 所以我不知道 今年的那個跨年 很多台灣的年輕 像蔡依林 我跟蕭敬騰 都會帶在台灣 那妳說底下一個人 跟朋友在家裡的話 有沒有哪一個人 是比較特別想要看的 對啊 我都想欸 他們都是 哇 這都很厲害欸 對啊 對啊 還是會被邀請當嘉賓的啊 哈哈 既然是嘉賓 方便說嗎 哈哈哈哈 那既然不是 那又 要怎麼說呢 哈哈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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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